动动手指就能让无人机自动飞行 为农田施肥 在手机上一键就能远程启动水阀 均匀地给每一株棉花浇水 这在过去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而如今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 所有农活的种地模式 正在慢慢成为现实 爱海鹏这个90后小伙 为了让种地变得更简单 2021年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 自己的家乡新疆玉里县 和另一个小伙伴 开始尝试用最少的人力 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管理农田 我们自己打造了一个 3000亩的无人农场 种棉花这种模式 它解决的主要是 现在目前农业生产成本 劳动力成本高 产量品质不高 然后以及这个劳动力 老龄化短缺的这种问题 3000亩农田 相当于28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却只需要两个人来管理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玉里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只常受到风沙的侵袭 爱海鹏告诉记者 因为没有经验 没有做好防风措施 第一年棉花刚出苗时 就遇到了沙尘暴 损失惨重 其实那个时候 心情是一种过山车式的 因为你想一想 你历尽千辛万苦 好无容易克服了好多困难 把棉花苗全部都种出来了 就是你看到苗 你能看到希望吗 一场风给你吹死完了之后 就相当于希望一下 给你吹灭了 你这时候必须得 就是坚强起来 然后重新补种播种这样 然后后面这几年呢 随着这个模式的成熟 设备的迭代 系统的自动化水平提升 我们就是管理会越来越轻松了 在农田管理中 浇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爱海鹏发现 市面上现有的智能灌溉法 普遍存在故障率高 信号容易丢失的问题 这反而给农户们 带来不少困扰 于是他用了60天 吃住在农田里 最终设计出了 全新的智能灌溉法 这个有更新就更新 没期望他们在用 我就一天偶尔看一回 这蓝色就是我们的 对 现在我们在这个 我们以前种这个地的时候 这个出水庄 开阀什么的 全要靠工人开 现在上了这个以后呢 就是说不管我在任何地方 我这个水都可以调得一模一样 这个滴水它就均匀了 滴水均匀肥脸也就均匀了 所以棉花的涨势 也是很均匀的 四年时间里 爱海鹏带领着团队 不断创新农业生产技术 不断完善科学的管理模式 不仅有智能灌溉法 还研发出了摇杆无人机 农机自驾鱼 农业无人机 可以说在种植棉花中的 每一个环节 爱海鹏都运用了自动化设备 且所有的操作 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完成 整个超级绵腾的管理过程中 因为不需要人嘛 靠的就是机器人来管理 整个管理过程中 还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棉花的品质 和产量也非常高 所以我们未来 也希望通过超级绵腾的示范 让所有的种植库 用一部手机也能管好地 此为止